乌蒙寺 清迈寺 乌蒙寺或乌蒙马哈拉参寺 该寺大概建于佛历1839-1840年 可推测应该和在素贴山脚的乌蒙寺有关联 所以是高僧 帕马哈塔拉参节下安居的地方 高僧是因为对佛法原理了解全面而闻名的和尚 也许这座乌蒙寺是高僧帕马哈塔拉参 在前往素贴山脚下乌蒙寺之前出家和节下安居一段时间的寺庙 所以才会被叫做乌蒙塔拉参寺 重要的历史遗迹有金社 主佛塔和次佛塔 金社具有兰娜本地建筑风格特点 举形布局 抬高地基 有缩边或前边地减两次和后边地减一次 和屋顶结构简层一致 前边地减两次 后边地减一次 屋顶边角用北部方言叫做丁口的泥土 稍瓦盖成 用华美的琉璃装饰 龙凤角和飞腾那家 堪梅是花朵花纹和藤木花纹装饰的木框 同时用彩色琉璃装饰 两边有往上通向金色的楼梯 前边和旁边朝北 前边上去的楼梯有两只石狮子雕像装饰 主佛塔坐落于金色的西边 具有兰娜中型塔身的特点 建在两层的正方形地基上 接着是木块上四条花纹装饰的缩边地基 支撑八边形道织莲花底座 再往上是飘落的莲花 吊在三层地检的八边形布局中 接着是八边形道质莲花基底座 支撑金刚图和圆形中体 继续往上没有基底座 但是由道质莲花荷叶和花蕊雕刻花纹装饰 往上是玉座 垫屿顶端和散盖 结合这座佛塔的综合形式 可推测年限为五百至六百年了 次佛塔主要位于金色的南边 可推测是曼达坡顶佛塔 可能是混合了缅甸 曼达坡样式和兰纳圆中型 有四面门拱装饰的正方形塔身主体 特别之处在于东边延伸出来的拱门 比其他地方多 相应的还有建筑地基延长出来 可推测这边也许盖有屋檐 是为了佛教徒前来敬拜 和上述缅甸风格的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